我祝福到神经的神经 我祝福到神经的名字 信誓们却已成功了 他们在拜中是恭敬的 他们是远离谬论的 他们是顽纳天课的 他们是保持征召的 除非对他们的妻子和女奴 因为他们的身是不受责备的 此外 谁再有所求谁是超越法度的 他们是尊重自己所受的信托 和自己所递的盟约的 他们是顶首拜公的 这等人才是继承者 他们是继承乐园的 他们将永聚其中 我却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 然后我使他变成精业 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业 然后我把精业造成血块 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 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 然后我使肌肉附在骨骼上 然后我把它造成别的生物 愿真主降福 他是最善于创造的 死后你们必定灭亡 然后你们在复活日 必定要复活 我在你们的上面 却已造了七条轨道 我对众生不是疏忽的 我从原尊降下定量的雨水 然后我使他停留在地下 我对于使他干涸是全能的 然后我借他 而为你们创造许多枣园和葡萄园 其中有许多水果都是你们的 你们得取而食之 我又借他而为你们创造一种树 从西奈山发出能生油脂和佐料 共食者调味之用 深序中 对于你们却有一种教训 我使你们得饮他们腹中的乳质 得享受他们的许多辟益 你们又得食他们的肉 你们又得用他们和传播来供载运 我却一派遣奴哈去教化他的宗族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应当崇拜真主 除他之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难道你们不敬畏吗 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头目们说 这个人只是像我们 你们一样的凡人 他想获得你们的宗重 假如真主要派食者 他必应占下许多天神 我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祖先的时代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他只是一个分子 故你们应当等待他一个时期 他说 我的主啊 求你援助我 因为他们已否认我了 我就启示他说 你在我的照顾下 以我的启示而造传 当我的命令来临 而洪水泛滥于地面的时候 你把每种动物 各取一对放在船上 使你的家属也上船去 他们终于被判决者除外 你不要为不义者而祈祷我 他们必定被淹死 当你和同船者 在船上坐定的时候 你应当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他曾拯救我们脱离了 不义的民众 你应当说 我的主啊 请你是我们在一个 吉祥的地方登陆 你是会安置众生的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我却是考验着 在他们灭亡之后 我创造了别的世代 我从他们祖宗 派了一个使者 去教化他们说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除了他 你们绝无应受崇拜的 难道你们不敬畏吗 他的宗族中的头目 不信道 而且否认后世的相会者 或是他们在 经世 德国 豪华的生活 他们说 这只是像你们一样的凡人 他吃你们所吃的 他赢你们所饮的 如果你们送从像他们一样的凡人 你们必定是亏损的 他警告你们说 当你们死后已变成 尘埃和修谷时 必定要复活吗 他所用来警告你们的大事 太不尽情理了 我们只有今世的生活 我们死 我们生 我们绝不复活 他只是一个人 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造谣我们绝不信他 他说 我的主啊 叫你援助我 因为他们已否认我了 主说 不久 他们必定要悔恨 刑罚公道地袭击了他们 而我使他们变成废料 不愿的民众已遭毁灭了 在他们灭亡之后 我又兴起别的许多世代 任何时代 都不能在自己的县区之前灭亡 也不能在自己的县区之后 沦丧 然后 我陆续地派遣我的纵使者 每个族的使者来领他们时 他们都否认他 故我 使他们相聚灭亡 而使他们的事迹变成画饼 不信道的民众已遭毁灭 然后 我派遣穆撒和他哥哥哈龙 把我的许多迹象和民众 传示法老和他的臣民 但他们自大 他们是高傲的 他们说 我们怎能信仰 像我们这样的两个凡人呢 况且他俩的宗教是复赐我们的 他们否认他俩故遭遇毁灭 我却已把千金赏赐给摩萨 以便他们遵循正道 我以 玛丽恩和他的儿子为一种迹象 我使他俩在 有平地和流水的高原 获得一个隐蔽之所 众使者 你们可以吃加美的食物 应当立行善功 我对于你们的行为 却是全知的 这个却是你们的统一的民族 我是你们的主 故你们应当敬畏我 但他们为教义 而分裂成许多宗派 各宗派都因自己的教义 而沾沾自喜 你让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空境之中吧 他们以为 我用来资助他们的财产和子孙 是我用来使他们得到福利的手段了吗 不然 他们是不晓得的 为敬畏真主而恐惧着 信仰主的迹象者 不以物配主者 有所施舍 但因为将归于主而心怀恐怖者 这等人都是真先行善 而且最先获得善报的 我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臣 我有一本书 宣言真理 他们是不被亏待的 不然 他们的心对于这部经典 是沉浸在空境之中的 此外 他们还有许多行为 将要做出来 直到我以刑法 惩治他们中国豪华生活者的时候 他们突然大呼求救 今天你们不要大呼求救 你们必定不能获得我的援助 我的迹象 却已对你们宣读过了 但你们旋踪而退 不肯信仰 却用作夜谭的资料 而且加以摒弃 他们没有熟思真言呢 还是没有降临 他们的祖先的经典 以降临他们呢 还是他们没有认识他们的使者 因而不承认他呢 还是 他们说他有封闭呢 不然 他以真理招视他们 但他们大半是厌恶真理的 假若真理顺从他们的私欲 天地万物必然毁坏 不然 我已把他们的教诲招视他们 但他们背弃他们的教诲 难道 你向他们缩取报酬吗 你的主的赏赐是更好的 他是最善于给养的 你却是号召他们走正路的 不信后事者 却是偏离正路的 假若我怜悯他们 并且解除他们所遭的苦难 他们必固执很满 而徘徊于 歧途之中 我却以用心法 惩治他们 但他们不送从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对他表示轻松 直到我对他们开闭言行之门的时候 他们为他而忽然变成失望着 主 从为你们创造耳目和心 你们的感谢是很少的 他曾经 他曾使你们在大地上繁殖 你们要被集合在他那里 他是死无生 能使生无死 昼夜的更迭 有他主持 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不然 他们说了 如古人所说的话 他们说 我们死后 已变成尘埃和修谷的时候 难道我们还必定要被复活吗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 的确 曾经受过这种警告了 这只是古人的神话 你说 大地和其中的人物 究竟是为谁所有 如果你们知道 他们要说 为真主所有 你说 你们怎么不记得呢 你说 谁是七天的主和伟大的宝座的主呢 他们说 真主 你说 那你们怎么不敬畏呢 你说 万物的主权 在谁的掌握之中 谁能保护众生 而他自己不受保护呢 如果你们知道 他们要说 是真主 你说 你们怎么被人迷惑呢 不然 我以真理招视他们 而他们却是说谎的 真主没有收让任何儿子 也没有任何神灵 也没有任何神灵与他重等 否则 每个神灵 必独占他所创造者 他们也必 优胜烈败 优胜烈败 赞颂真主 超乎他们的描述 赞颂全职 幽民的主 超乎他们的描述 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一切东西 你说 我的主啊 如果你务必 要使我看见 他们所警告的刑法 我的主啊 求你不要使我 与不义的民众同归于尽 我的确能使你看见 我所警告他们的刑法 你应当以德报冤 我知道他们所描述的 你说 我的主啊 我求你保佑我 得免于众恶魔的诱惑 我的主啊 我求你保佑我 得免于他们的来临 等到死亡降临他们中 一旦有人临危时 他才说 我的主啊 求你让我返回人间 也许我能借我所一流的财产而行善 绝不然 这是他一定要说的一句话 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屏障 直到他们复活的日子 号角一响 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就不存在了 他们也不能互相询问 凡善功的分量重的都是成功的 凡善功的分量轻的都是亏损的 他们将永居火域之中 火怨消烧他们的脸 他们在火域中痛得咧着嘴 难道我的迹象没有对你们宣读过 而你们否认它吗 他们说啊 我们的主啊 我们的搏命 存制服我们 而我们变成迷雾者 我们的主啊 求你让我们从火域中出去 如果我们再次犯罪 我们就确实不义者 他说 你们在火域中应当忍其通声 不要对我说话 从前 我的仆人中 有一派人传说 我们的主啊 我们已信到了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你是最怜悯的 但你们以他们为笑柄 常常耻笑他们 直到他们使你们忘了纪念我 今天 我却于为他们的坚忍而报仇他们 他们正是成功的 主说 你们在大地上逗留了几年 他们说 我们逗留了一天 或者不足一天 请你问问 能计算年月的天神吧 他说 你们只逗留了很少的年月 假若你们知道 难道你们认为 我只是突然地创造了你们 而你们不被招归我吗 宗宅真主 真实的君主 除他之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高贵的宝座之主 凡再祈祷真主的 同时祈祷别的乌鸡的神灵者 他将在主那里受到清算 不信道者 必不会成功 你说 我的主啊 求你饶恕 求你怜悯 你是最怜悯的 我好赞 币 是 那 咱俩 能耐